你好,欢迎收看2月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复礼箱第一届萝卜酸菜节族的邀请大人小孩来拔萝卜 农会也带领家政班的姐妹们教大家客家传统腌制饮食文化 把现彩的萝卜、新鲜的常年菜制作成萝卜干还有福菜等 参加的民众不仅亲手体验也品尝现做的客家传统米食小吃 大家都说好吃又好玩 现彩的萝卜直接切丁腌制成萝卜脆肝 冬季盛产的常年菜 农会甲政班姐妹们拿来教导大家客家传统农产加工法与保存的诀窍 不论是懂萝卜干,盐巴搓揉挂菜,捆绑福菜 还是进到大翁缸里用力采做萝卜干或酸菜 每一项大人小孩都亲自下海操作体验相当热闹 不理乡第一届的萝卜酸菜节 农会邀请大家来拔萝卜 同时现场也带领家政班姐妹们教导大家 传统客家腌制饮食文化 将现彩的萝卜,新鲜的常年菜 制作成萝卜干,福菜,酸菜等等 而参加的游客民众,大人小孩,亲自体验也品尝成果 各个觉得是好吃又好玩 做这个萝卜节很重要 就是我们复理有一个客家文化 非常多的客家人 那我们客家人最厉害的就是 我们的所有的食物生产过剩的时候 就是利用加工的方式 让它延长它的保存期限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复理第一届的萝卜酸菜节 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萝卜的一生跟芥菜的一生 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是怎么食用的 这也是跟我们食农教育很重要的一碗 傅里乡农村妇女姐妹们 在农会家政班体系的辅导下 传承延续 也保存了在地传统客家烟漬 加工农产的文化智慧与手艺 进而制作道地的客家饮食 未来总干事张苏华表示 也将透过食农教育的推广 要让更多人认识并了解在地的农产文化 记者是玉兰傅里乡采访报道